国道昨天下午最涌现车潮最塞车的是 宜兰进国武的四个交流道都回独两公里 得排队半个小时才能够上国道 车流一直到深夜才缓解 国道客运司机表示整个雪碎有如大停车场 郊西温泉采接活动热闹开跑吸引许多民众前来 又碰上了元旦廉价不止郊西是人起人 就连雪碎也是挤爆了 车辆走走停停 雪碎有如大停车场真的不夸张 车潮从三号晚上就开始涌现 一直到了凌晨才疏解客运司机叫苦连天 纯粹就编停车场了 上厕所就是个困扰 也是只能冷啊 要不然总不可能说 整台车客人丢着 这次廉价场又加上天气好 假期最后一天预估车流量220万辆 预计傍晚4点到6点达到高峰 不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国道5号的北反车潮 民众出门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及时路况 记得张俊慧药上台北相谋到